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举行四强赛 首场比赛是与美国东部日光节约时间晚间70起 由南卡罗莱纳大学斗机 Gamecocks 对 迎战鲁伊斯维尔大学的雪红圈 Cardinals 对 第二场赛是与美国东部日光节约时间晚间90-30分起 由康州大学哈士奇 Hospies 对 接站着在未免总冠军的史坦福大学主教红 Cardinal 对 结果由南卡罗莱纳大学队和康州大学队胜出晋级 大赛的分区种子队 本来是南卡罗莱纳大学队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队 史坦福大学和路易斯维尔大学队 四支晋级球队出赛记录辉煌 都获得过多次四强殊荣 史坦福大学队有15次 路易斯维尔大学队和南卡罗莱纳大学队各有四次 南卡罗莱纳大学队的篮板球和火锅扬名全国 自从2011年11月9日至12月21日连续战胜12场 该校是于2021年4月2日在德州圣安东尼奥以66比65 西败于史坦福大学队 史坦福大学队能攻更擅长防守 自从2022年1月24日至今 已经连续取胜20场 该校是于2021年4月4日在德州圣安东尼奥以54比53险胜亚里桑那大学队 成为年度总冠军 路易斯维尔大学队本球即于2021年11月4日展开 首次出赛就以106比32狂胜 由3月18日到28日更是连胜4场 淘汰钢萨加大学队田的西大学队和密西根大学队 该队原定的终极目标本来是首次勇夺年度总冠军 美国大学校级运动总会从1982年以来 已经举办过39次年度总冠军大赛 共有15所大学荣登过后座 康州大学女兰队22次名列四强名单 本球即是连续第14次 球队成功夺冠过11次 但是最近四年连续和冠军擦身而过 田的西大学40次连续入围大赛 八次凯旋报备而回 1995年4月2日就是在明里亚波里斯 康州大学队以70比64级败田的西大学队首次封后 南卡罗莱纳大学队当晚全场攻进72分 上半场最多领先9分 全场投篮57次命中27次 命中率有47.4% 上半场位46.9% 三分球出手17次命中有6次得分 命中率35.3% 个人最高得到23分 路易斯维尔大学队全场得到59分 投篮有63次也命中27次 命中率42.9% 三分球只有出手8次命中一次 上半场末有投进过 命中率12.5% 个人最高得到18分 史坦福大学队以58比63兵败 全场投篮66次命中23次 命中率有34.8% 上半场位36.7% 三分球出手23次命中只有4次得分 百分之17.4% 个人最高得到20分 罚球13投8中 康州大学队全场投篮有57次 命中21次 上半场位35.3% 命中率36.8% 三分球出手14次命中5次 命中率35.7% 个人最高得到14分 20次罚球16次得分 彭广阳 2022年4月2日 我来的 命中1% 答案 周nik不同